这点要一点一点 慢慢给大家就是延伸出来 这时候你得到这个资源速度了 能做什么操作了 用什么东西往里面加 将来封光了什么方法 这时候你要先转换一个 这个Slead Atom出来了吧 对不对 要拗出来一个吧 但是你这会儿 你每次应该是设ID和menu 对不对 和那个title是不是 这时候咱们给它改造改造 反正这个资源每次都要要 咱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勾到函数上 它在nil的时候直接传进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写起来省事吗 对吧 直接把这两个人处置进来 直接就这两个就行了 然后就是title 这两个参数都要有 对吧 这样吧 这样的话你标准起来 是不是方便点 不用再什么什么等于 什么什么什么等于 这个atom id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谁啊 就是什么 i不就可以了 i又不会重复 对不对 然后这个 tessel应该就是它吧 对吧 现在画一个item构造好了 在干嘛了 哦 刚才咱们那个是不是全部都定的是私有边缘了 open close 不让它直接操作 然后是什么 add不应该是西游了吧 不然我怎么往里面填呢 对吧 保存一下 什么又不能防卫 这会有了 item填进去了吧 每项item都填好了 该干嘛了 因为你这是动态往里填 你天哪 该干嘛了 item也填了 对啊 该帮的吧 那又是私有的吧 帮的也弄成私有的 对啊 绑定一下 是不是list现在就有数据了 好了吧 这应该基本上这几项操作都完成了吧 行吧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到底结果怎么样 哦 现在运行什么呀 还少一步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这都是环环相扣 少一个也不行 假生成菜单怎么办啊 啊 是不是你在这里边调用一下资源ID一传完事 这就在里边 是哪个啊 是不是这个啊 明白为什么要在 activity from里边再封装一层了吧 这外边简化多了吧 一句话完事 你要不封装到form里 你那一堆代码是不是每次都要在这个activity man里边写一件了 麻烦不麻烦 现在加载进来了吗 是这个吗 已经打开了吧 啊 就是这个 咱们点一下看看 出来咱们想要的效果没有 出来了 还算比较顺利 这次一个错也没报 直接出来了 对吧 哦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哦 咱们刚才那个 什么问题呢 肯定是这点 又少加一个参数呗 这个是在它下面 这也改成什么 这个参数肯定又不对 改成什么参数 对吧 应该是 应该是 稍等 我看一下 这边这个 直接这个就不用要了 因为在什么后面 必须要这个 更运ID 咱们负的底就直接有了吧 那呀 这个吧 对吧 还是有点不一样 字体有点小 是不是 一会把字体再改一下 点击打开 点击 好 这下就看看 基本上已经是了 只不过字体有点小 是吧 咱们一会儿可以再改一下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 每次点这个 你说我点软件帮助 点软件帮助 或者关于软件应该 谈出相应的内容 对不对 这个内容我应该 然后我这边又有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之后 就是新建 新建人员 对不对 谈出新建人员的界面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逻辑 我写到哪合适啊 我现在在这个死里的menuview里边 这个案 案件事件是写到这儿了 我怎么处理 你说 把逻辑权写到这里 完了 怎么办 合适 有什么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应该要把它独立出来 怎么独立 好 下面一步 你就知道这个 为什么要有回调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是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 看一下 怎么 怎么在这个 把它的这个事件 能够传到 调用它的这个子类里边 对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 咱们继续 刚才说到这个 猜到这个事件 没办法通知 对吧 你这个事件是在这里边有了 当然你写到这个 子里的menu里边了 对不对 你总不能把什么逻辑都写到这里边吧 有20多个逻辑 你全写这里 肯定不合适 这时候我们用什么了 用一个接口 再看这个吧 写一个接口出来 这里边已经有了 我这个接口我就不自己敲了 我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interface 你先前 等你写代码的时候 接口这块还用到没有 还没用过 还没用过 那行 咱们这次就用过 咱们写一个什么 这个 菜单的监听器 对不对 on slidermenu lizner 对吧 咱们也写一个监听器 咱们经常看 安卓里边什么什么监听器 咱也写一张 另外一个 我说一个问题 我这个 不好意思各位 我这个 本来按照咱们约定 应该是按照 Java这个语法 这个方法的首字母 应该 也是小写 但是我这以前用这个 Java写习惯了 老是写着写着 不由自主的就 现在用Java写习惯了 还是老是用 以前的那个习惯 所以各位在 写程序的时候 记得用咱们约定的 这个Java的语法 还是把它给小写 然后下的这个代码 我都会注意这个问题 也都用小写 好吧 这个类的话 类的命名 咱们还是 应该是大写吧 原来 咱们这个类 类 还有接口 接口也用大写 它这里边的接口 应该用的是小写吧 Java里边的语法 还有安卓 它是带的这个语法 用的是小写 还是什么 我都看一看 反正我这里边 先用大写 然后这个时候呢 点击视线 我们传一个 这个接口呢 传几个参数过去 一个是view 一个是一个item 这个item 咱们 这点也要改 要是item 咱们是 这种 item